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一山小从小就没变 样子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滑头 精明 在电视剧《鱼醉旧体现》的零零静致 在生活中更多是小皮子形象 镜头下的张一山很严肃 分去了志气也多了几分成熟 在演完《加油儿女》之后继续学习 可以说是同心中比较被观众看好的演员 白静婷白白净净的小脸蛋俘获了许多少女心 长腿暖男形象深深映在观众的脑海里 饰演旋风少女的大师兄 演技也是杠杠的 90后白静婷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别看白静婷平时不爱说话 有点高冷 现实生活中的她是阳光男孩 只是有时候会比较慢热 看看她的毕业照就知道了 拍照时两只小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小钟分配上她的小脸蛋 没有一点违和感 一粒热发近两年不断出现在银屏上 因出动的脸蛋极大长腿被人们熟知 实力派演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路走来 热发一惊呼在工作上 基本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是粉丝们眼中坚强独立的胖底 她的毕业照没有很浮夸 还是很腼腆的女孩 青春靓丽 胡歌在影视界是很受欢迎的 性格乐呵乐呵的 在戏中一副吊儿郎当的 但很痴情 讲义气 胡歌的演技是实打实的被观众认可 当然 那是因为她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 几年前在去往上海时在高速上发生车祸 当时胡歌的脸上红了一百多针 挣扎几天才保住了性命 看看她的毕业照 因为演戏 原本肉肉的脸现在消瘦了许多 但依旧年轻帅气 刘亦菲温文尔雅 端庄 于是吴征的感觉 她的毕业照是不是也很清新脱俗呢 我们来看看她的照片 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 总是那么迷人 精致的小脸在镜头下落落大方 毕业照是学生时代隆重的一种告别方式 毕业后不再是那个处处有人包容的学生 而是要自己开始人生的新道路 看完明星的毕业照 你觉得变化最大的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